新庄工作坊附设的温馨小铺 是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旗下的二手商店 店内贩卖了由社会善心人士所捐赠的书籍 衣服、生活用品等 提供了精神障碍朋友一个接触人群的机会 让来这边做附件的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 能够有一个模拟 像是那种超商店员或是那种卖场店员这种 类似这种模拟性质的工作 让他们能够适应社会上的一些变化 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让他们学习一些工作的态度 然后去让他们能够回归社会这样子 先生 欢迎光临 请慢慢挑 请慢慢看 你来这边不一定是要学一级职场 而是说要在这边获得一些最基本的工作态度 你的工作基本基础的技能 不一样模式 就是你要自己转换一个模式 不能引起一些经验来抛应该小朋友这样 所以客人可能就是会习惯就是慢慢来 对 就是步调比较慢 希望说让他们能够自主 那就不会鼓励说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就是提出来我们一起去做讨论 对 然后遇到挫折也不必担心说 就是失败了 那以后怎么会失败 我们就是透过每一次失败 我们去检视原因是什么 那一起去讨论说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然后去把他们 就是我push他们去思考 然后去为自己度 就是去做一些改变这样